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年 警方推出动物守护计划 联同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 拯救大量受伤 身陷险境或被遗弃的动物 警方将会进一步透过动物守护社区大使计划 凝聚社区人士打击残酷对待动物罪行 文汇报报道 香港过去一年 多个社区成为别人眼中被知塞吉的疫区 其中黄大仙慈云山和彩虹的疫情 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有池云山街坊说 当时抗疫物资短缺 政府又迟迟不肯做检测 求助无换下 居民就组织起来自救 居民互通资讯 够处物资 一班司拉兵团更加每日煮大锅饭 有人挑扁担给区内独居长者送饭菜 政府期后也派出检测队为居民採用检测 击退区内的传播链 大家可以看来自救兵资讯吗? 我们认为居民採用检测队